你塞過石根嗎 石根 但是頂住而已 我很想看那石根會是什麼樣子 一再拍 好 那這個難度很大 是不是很難笑泰國廠對不對 真的 中華哥就有一個很經典的 嗯 我記得你有吃棒棒糖的畫面 我如果想起的時候 如果沒有吃棒棒糖 我都吃空 你知道嗎 你好幼稚喔 所以你的時候 你的時候你開始想起的時候 就要吃棒棒糖 一支一支這樣是嗎 手氣就吃棒棒糖 他就會情緒就緩和下 那為什麼你要一次 有時候吃幾支 一次十支或三支 那個時候是 後來我會突發奇想 嗯 那你已經到盡頭三根了嘛 還有什麼可以突破的咧 剛好是有一場戲是夢境 做夢 夢境吃十根 十支 我一想既然是夢境嘛 對不對 對 越離境越好啊 因為角色叫做跨嘴的 嘴巴大 角色的戲裡面就叫 角色就叫跨嘴的 對 直接就來十根吧 盡量能夠塞得進去就塞吧 我不行 我們塞塞看啊 其實差十支了 因為很多觀眾沒看到啊 你的嘴也不會塞啊 其實要比賽一下 幫裝瓶 幫幫中王哥這個拆一下 當初我先塞塞看 你沒打快塞進去 你趕快塞在那邊摸啊 我沒有真的要吃啊 我可以開啊 塞塞看 塞一塊就不下去了 不會 我現在二 四 六 八 九 九根而已我就塞不下去了 你應該要一支一支吧 當初只有蛋 你這樣要出來講台詞嗎 沒有 它只是塞 塞住而已啦 你已經塞掉了 我跟你講喔 你不是十根嗎 對啊 我覺得你這個金氏紀錄 要留在我們這裡 不行 你 十一根 十一根 十一根不下去啦 不要小看你自己 沒關係 十一連我要看出的 你要小心喔 我剛剛塞那樣子 我就覺得好像很容易 那要不要最少十根 你塞過十根嗎 十根 但是頂住而已 我很想看那十根會是什麼樣子啊 頂住啦 頂住 它這個太大了 應該差不多了啦 你剛剛幾根 我剛剛塞 九根 沒有沒有 我剛剛塞六根 我就進不去了 六根 對啦 二 四 六 八 八 媽媽家 你不要輸它啊 它六根耶 白雞應該也沒問題 好 試一下吧 試看看 我試白雞 哇 一次啊 哇 登登登登登登 純屬戲劇效應 對 對 不要模仿 請勿模仿 對 不 要不然被罰 對 請勿模仿啦 這個跟通火一樣危險 好 那這個難度很大啊 啊 啊 不要啊 掉了 啊 不要受傷了 不會 對 我們拿一根起來 那哪一根起來 這是幾根 六 七根 請勿模仿 喔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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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啦 差不多了啦 可以可以可以 轉過來 喔 其實喔 有時候我們不要勉強了啦 不用勉強 等一下 來 拿來 拿來 衛生紙來 這個都是你自己設計的不是嗎 想的 對啊 其實你 讓他可愛嘛 是啊 真的有時候演員啊 你自己設計一些 等於你 你牽著編劇走 因為編劇本來可能設定 你是這樣子 可是你演出一點 東西讓他有靈感 覺得 原來他往這個方向走也很不錯耶 他就被你牽著走了 就像我以前那個笑聲啊 對 還註冊 真的假的 註冊商標 笑聲去專利喔 本來要申請專利 結果律師說 光純粹笑聲的話 聲音好像過不去 應該過不去 他說你要搭配產品 產品啊 要搭配產品搭笑聲 沒有 莊哥 你可不可以現場來 跟我們笑一次回顧一下 你當初是怎麼笑的 飛龍這天啊 海霸天啊 人不會搞 誰先搞 我是從後面出現 人家在大廳 一堆人在那邊亂 我就出來了 從後面出聲音 跟他當兒子人的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笑到 吵氣 結果閃到腰 因為他那個笑很長啊 這個 中字號很足耶 對啊 你看他剛剛笑 其實是 是丹田的 哈 你看 你就沒辦法連續 哈哈哈哈哈哈 你是黑咕了 是不是很難對不對 很難耶 你是黑咕嗎 哈哈哈哈 這個是要指位子啦 哈 要練習 我當初練喔 是想說 拍人喔 從小看電影 看電視 那壞人演戲都嘛 嘿嘿嘿 都是這樣笑而已 賊笑 我說都是千篇於律 沒有特色啊 對啊 那時候我就在想 因為壞人壞到最後都很狂嘛 對 然後我就想說 怎麼去表現他的狂 那笑 人家笑得很邪氣 我記得那時候是拍 嘉慶君游台灣嘛 關中產子 我要燒敵音 他懷孕 我要燒死他 在冬茶來的跟方文 我在想 後來就找到那個位子 發聲的聲音 地方 就看著那個火一點 然後點 一開始笑 笑 公啊 我會想吃 從小聲到大聲對不對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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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很難笑太多場對不對 真的 一場笑 中文哥你的腹氣應該很 你有練過啊 核心要很強 核心很強 要從丹田 對 真的要有練過的人 我很會點 你知道因為壞人啊 就跟他講每天都有報應嘛 所以我其實在 一家團圓裡面的時候 其實有一個點 我覺得我有點過不太去 就是所有人 所有的好人 都可以出手打 嘲諷那個角色 所以我會在裡面 有各式各樣的跌倒 比如說 有人故意水一波 然後我踩到水跌倒 然後腳一伸 然後我半道跌倒 然後或是不高興 然後推我 然後我跌倒 但妳的這幾個跌倒 都不一樣的意思嗎 還是說妳有一個 固定的模式怎麼跌倒 還是妳洗就好啊 妳可不可以現場示範一下 怎麼帥 可以嗎 妳穿高跟鞋 我在心裡面也都穿高跟鞋啊 好適喔 對啊 妳先講一下 現在是遇到什麼狀況而跌倒 妳可以推我一把 我可以推妳 那我要玩念力 欸妳真的 她很像耶 她還有這樣 難怪妳要互押 因為妳是往後摔 我說對 所以他們就會幫我互押 但是事實上其實我剛剛 也沒有 幹嘛我就直接下去 對 其實她剛剛摔的時候有技巧的 有嗎 她有先往 先蹲了 先蹲啦 有點蹲坐再下去 你用手的動作 然後腳稍微 要有點先蹲 去一點點的時候再下去 對 不是直接屁股蹲下去 不能直接下去 有一點蹲坐的感覺 而且 直接下去 鏡頭還戴不到 妳要慢慢的 對 像我們這種年紀 有一點年輕的人 導播就會幫我們 所以肯莉姐妳等一下就先半蹲 反正就接嘛 先第一個鏡頭 啊 然後下一個就在這裡 卡接 對 然後就直接 啊 不要直接 然後 後來我就發現 我們有一個壞習慣 就怕臉會貼地有沒有 跌倒一定是這樣 對 這個手一定是 貼著臉 太好笑的 後來我就發現不能這樣 因為太不真實了 這手要這樣 妳要再想想看 如果演舞台劇的話 你跌倒也不可能這樣子 對啊 舞台劇就是要真的 所以 所以 在演舞台劇他們就要跌倒跌倒 我想說要怎麼樣跌倒 才可以讓觀眾覺得說 我是真的像跌倒 我就練了好久 打腳 打腳 你是真的嗎 你是真的嗎 就真的這樣跌倒 那你現在是真的嗎 你真的跌倒嗎 什麼真的 你就真的跌倒 很大聲耶 那個大聲哪裡來的 放 你的手 我下去之後 因為你還是會這樣 我慢動作了 先膝蓋這邊慢慢的 下去的那一下是 這個 你會覺得好像 我是真的跌倒 可是你那個 很真耶 我都嚇到耶 太突然了 但就是 因為你在舞台上 你如果跌得太假 人家就會出現 對啦 是 好敬業喔